晚上好 欢迎收看11月10号晚间的百格大世纪 以卫生部总监诺西商为首的电子烟特别委员会 今天宣布了多项措施 包括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只能在合法的药剂行出售 而且购买者必须登记名字和身份证 另外该会也禁止18岁以下未成年人士购买电子烟 同时公众也不能在禁烟区吸食电子烟 不过不含尼古丁的电子烟依然可以在普通的商店售卖 针对以上的措施 昨天才希望大马的电子烟产业能够扬威国际的乡村区区域发展部长 伊斯曼·沙比利就大力反对 他认为只有药剂行才可以出售电子烟的建议 将扼杀大部分由年轻马来业者经营的电子烟生意 仍在英国进行官方的副首相阿莫扎西指出 为了更有效遏止贩卖人口活动 大马将更严厉兑付人口贩卖 所以政府正在深入探讨英国的模式 将涉及人口贩卖分子判处终身监禁 目前大马的刑罚是判处十年监禁 另外针对被掳走人质邓玉芬获释的事件 阿莫扎西否认支付赎金 指出这是大马和菲律宾执法单位 与防匪谈判之后所取得的成果 另外他也相信 另外一名人质邓德红有机会在近期内获释 邓玉芬的辣儿子也向媒体透露 家人早前在谈判中有要求飞拿武装组织 同时释放邓德红 但是该组织的大本营严密的监控之下 不同意释放邓德红 另外一方面根据一名不厌具名的大马政府官员透露 邓玉芬获释的主因之一是 菲律宾输入省的副省长也加入了这次的谈判 要求飞拿武装组织释放人质 来看下一则新闻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 摩哈默沙利透露 大马政府为了打击网络色情内容泛滥 今年截至10月为止 一共封锁了1074个色情网站 最后一则新闻将带观众到吉隆坡15杯和黑风洞 感受一下土腰节的热闹场面 除了我国印度同胞和各族人民之外 许多外国游客也一同共襄盛举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